欢迎收看生活故事会 我是讲故事的人黄美子 今天给您说说为什么东亚的生育率会降到全球最低 东亚有三个国家 中国、韩国和日本 东亚人的内卷是惊人的 工作、生活、孩子都给东亚人带来巨大的压力 所以在这样一个焦虑的环境下 现在的东亚年轻人干脆不生孩子了 在工业革命之前 每个国家都有非常高的生育率 也有非常高的死亡率 所以整个人口呈现出非常缓慢的增长 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 经济发展、医疗水平上升 人们的预期寿命也增加了 与此同时 婴儿的死亡率也大幅的下降 但生育率又没有什么变化 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新生人口 随着这些新生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 就产生了我们讲的人口红利 在这个过程中 人口也会快速的增长 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人口爆炸的概念 在这个阶段 人口学家们认为 生育率应该从六七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下降到更替水平附近 之后就会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生育率 什么叫做更替水平呢 指的是一个育龄妇女 她平均一生大概会生育2.1个子女 这样一代人正好可以取代一代人 那么人口总量就会保持相对的稳定 二战之后的50年代 全球处于一个生育的爆发期 包括中国在内 总生育率达到了6以上 但是进入到80年代后 大量的国家 尤其是西欧和北欧 他们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 甚至降到了1.5之下 2020年到2025年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 除了非洲和少数一些地区外 全球大部分国家的生育率都会降到更替水平之下 而到本世纪末 包括非洲在内 全球可能都会面临一个低生育率的问题 在全球第二次人口转变中 全球最低的生育率目前是出现在东亚 在中国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中 中国的生育率是1.3 最近两年依然在持续的下降 包括韩国 其生育率也在2021年已经降到了0.8 几百年后 韩国人可能就会从地球上消失了 那为什么东亚人不愿意生孩子了呢 东亚的生育文化又有什么独特性呢 第一是很强的教育焦虑 第二是紧密的婚育捆绑 第三是非常强的集体主义的影响 东亚的教育焦虑首先体现在父母对子女普遍有着非常高的教育期望 父母都望子成龙 望雨成凤 而且这个并不完全取决于家庭背景 也就是说文化程度高的父母希望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更上一层楼 文化程度低的父母也希望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 实现阶层的跨越 这种非常高的教育期望最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补课 我们要花费大量的资源去投资孩子的教育 在东亚有超过80%接近90%的孩子 他们每周都会接受数学的课外辅导 而且平均会超过5个小时 除了补课的时长 教育的期望的另外一个直接的反应 就是家庭的教育支出 占据了家庭收入中很高的比例 在一些地区 比如北京 教育竞争非常卷 每1万名小学生 大概会对应500到600个课外培训机构 换算出来就是 大约20个小学生就对应一个课外培训机构 如果说北京是有钱的大城市 教育内卷可以理解 但是在中国房价最便宜的东北鹤港地区 5万块钱就可以买一个房子 经济发展水平很低 但它的教育还是非常内卷的 竞争水平几乎和北京上海持平 严重的教育焦虑 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愿望 父母会想尽办法少生 把家庭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 不想再去生第二个或者第三个 另一方面 其实我们在考虑生育这件事情的时候 并不仅仅考虑我们当下的状态 比如当下的收入高低 工作好坏是否养得起孩子 我们也会考虑孩子成长之后 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 很多人想到孩子成年以后 也要面临一个这么焦虑的环境 于是干脆不生孩子了 从根上就可以断了 第二个造成 东亚低生育率的原因是婚姻和生育的高度捆绑 人们就像去麦当劳买套餐一样 买汉堡就一定要搭配一个薯条 婚姻和生育这两件事情 在东亚是非常紧密的被绑定在一起的 一定程度上 人们进入婚姻就意味着一定要生育 或者说生孩子就是人们进入婚姻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中日韩三国的非婚生子女的出生率 大概只有3%到4% 和中国处于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拉美国家 比如墨西哥和智利 有70%到80%的孩子是出生在婚姻制度之外的 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也有很高的非婚生育的比例 随着女权的觉醒和女性经济独立 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意义已经不大了 很多女性选择晚婚或者不婚 于是带来生育率的更快速下降 生育捆绑的另一个体现在于 东亚女性选择结婚对象和生育对象的时候 几乎采用了一样的标准 甚至对于生育对象的要求更高 事实上只有在东亚的文化环境下 我们才会看到如此严格一致的标准 有两位美国社会学家调查之后发现 美国有很多女性 尤其是底层女性 会选择在婚姻之外生育 这些女性没有结婚就生下孩子 并且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没有和生孩子的对象结婚 或者很长时间都没有进入婚姻 两位学者发现 美国女性对结婚对象的要求 远远高于对生育对象的要求 对于这些单亲母亲来说 孩子是生命的一个延续 他们不要求孩子的父亲一定要长相非常好 工作非常好或者智力非常高 因为他们对于孩子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孩子只要健康快乐的成长就可以了 并不一定要是一个被精心打造的作品 但是对于结婚对象 他们会认为这是对一个成年人的要求 所以会采用一个更高的标准 比如我会要求你有经济能力 要求你忠诚认真负责等等 因此他们可以选择跟一个不那么理想的人生孩子 但会在后续的很长时间里 以非常严格的标准来挑选结婚对象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 孩子是必需品 而婚姻是奢侈品 但是东亚女性不会这么做 东亚人遵守严格的人生顺序 先受教育再工作 然后恋爱同居结婚生孩子 这个次序不能乱 除了这个次序之外 我们还有着非常严格的社会时钟 大家可能从小到大听得非常多的一句话就是 什么年龄就要做什么事 这就意味着你和你同时出生的这一代人 从生到死都要卷 你们要持续的竞争 要现在一起高考 又一起找工作 然后要一起去谈恋爱 一起结婚 等生出了孩子之后 孩子又要在一起去竞争 这种同质化会使得大家非常的焦虑 压力也非常大 而且它还会造成一个现象 一旦你错过了这些生命历程事件 没有在所谓正确的年龄做正确的事情 你仿佛就被这个社会给落下了 没有办法再追赶上去 一旦你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 就没有办法找到很好的结婚对象 或者你错过了 大家都认为应该进入婚姻的年龄 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再进入到婚姻中 由于不结婚就不生孩子 就会带来生育率的下降 相比韩国和日本的低生育率 中国的低生育率 还有着一个非常独特的特征在于 我们执行了40多年来严格的计划生育 使得人们已经失去了对大家庭的想象 大家在潜意识里都觉得只生一个好 中国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以后 生育率还在一直下降 就是这个道理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